大家好,今天讲一下 我们这个UE5虚幻引擎5 如何导入我们的这个VDB 如何导入我们这个VDB素材 体系云 就是我们手里面有一堆这种体系云的 这种VDB的这个素材 我们是怎么给它导入 首先我们需要去网上下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这个插件的这个名字 叫FIRCOMPORT 这个UE5虚幻引擎5 它是就是专门是导入我们这个VDB 体系云的一个插件 这个我在微信 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安装包的 也有这个安装包的下载 也可以到我的公众号里面去下载这个 安装包 然后下载完成之后呢 你给它放到这个虚幻引擎5这个路径 虚幻引擎5这个路径上 你看找到我现在屏幕上这个路径 IPEC IPEC GAMES UE5.0 NG NG就是引擎 引擎 后面你再找到这个Plugin 这个插件文件 然后你把下载那个 下载那个压缩包呢 下载那个压缩包 解压出来 解压出来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夹 这个插件的文件夹呢 就给它放到这个Plugin Plugin这个插件 我们夹的这个 粘贴到里面 然后你等于说是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呢 你还需要打开我们的虚幻引擎 打开我们的虚幻引擎 你在编辑这里面 这里面找到这个插件 这里面打上VDB VDB找到这个插件 找到这个插件之后呢 然后现在没有启用 你给它启用一下 勾选上 勾选上 勾选上它会有一个提示 然后提示的提示 你不用管它 那提示什么呢 不建议 发布带有实验性的这个插件项目 说我们这个带有实验性 那我不要管它 我们这个就是实验性的一个插件 好的我们直接给它点试 他说这个必须重启虚弯引擎 才能生效这个插件 那我立即重启就可以了 好 那么等我们这个虚弯引擎重启好 再讲下一步的步骤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U15 现在已经重启好了 重启好了之后呢 需要到大缸里面 到大缸里面 我们删除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这个flow这个地面 我们不需要 然后下面这个 Sky is fair也不需要 现在就留下我们这个 留下我们这个 然后我们就到我们的资源里面 去把我们这个 给它导进去 直接拖进去 把我们这个资源 VDB这个素材呢 我们看一下图片是什么样子 我们图片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里面 给它拖进去 投到我们这个U15 那刚才呢 我们导入了 它有提示错误 让我们去查看输出日志 那么我们在这个窗口呢 下面这个有点击这个输出日志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输出日志 它有提示是哪里错 它提示是不能读取这个VDB 这个文件 然后下面又 又说不能读取这个VDB的这个尺寸 你看到它不能读取这个VDB这个路径里面呢 有这种正方形的这种字符 这个一看就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文件 它有中文的不识别 文件路径有中文的不识别 你把这个文件路径呢 把这个素材体积云的这个文件路径 中文名字给它改掉 改成英文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重新导入这个 重新导入到我们这个VDB就可以了 看那么现在的它没有提示错误 那么下面因为我们这个导入这个VDB这个素材呢 它没有动画序列 所以下面这个一字 一字 这个就是动画序列了 就就不能打勾 就是一个false 那么第二个的选项呢 就是一个质量 就是一个量化类型 是一个压缩类型 那么你可以压缩4倍或者8倍 16倍或者N倍 好这里面 那我们保持默认不变 直接导入 好我们导入之后呢 别忘记给它按按加s键保存一下 按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体积云拖到我们这个 拖到我们的场景里面 好现在我们看不到体积云 那么我们把这个 啊我们大纲里面的这些其他的无关 紧要的我们全给它关闭啊 无关紧要的这些东西全给它关闭掉 那么刚才我们拖进去了 看不见还以为我们这个素材是没有用的 看不到了 我们可以把它缩放 缩放大了 可以看到 这里面把缩放 缩放20倍 缩放20倍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体积云的这个素材 那么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这个 体积云进行一个 体积云进行一个材质 那么材质在 材质是在右边 这个 这个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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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下面这个motor里面的材质 那么现在它是有一个这个mvdb这个默认 默认这个材质的一个名字 在这里放了 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 这个放大镜 点击放大镜 它会搜索我们这个 可以使用的这些这个vdb的这个材质 比如说你想使用这种发光的这个vdb 把这个材质给它拖动到这里面 拖上去 现在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反应 你可以改用其他的 别给其他的这种给它拖进去 那我们多拖其他的现在它是这个 拖其他的材质 他现在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材质 你看不见 那我们还是使用我们默认的这个材质 因为现在拖进去看不到 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材质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还是使用默认的这个材质吧 那么之前呢 是我们这个逐的器 右下角这个逐的器还没有读完 这个条激怒条没有读完 如果他激怒条读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材质呢 都能看得到了 现在你想拖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材质的这个变化都能看得到了 啊不过呢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材质它还是没有的 我们就这一个材质它是空的 那现在看不到还是没有 我们其他材质现在都已经有了这个材质 好了我们先以这个材质先用上这个材质为例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这个光照 我们调整我们的这个光照 调整我们这个 然后大光视图 选择我们这个 选择我们的光照 我们调整我们的光照来看一下 旋转我们的光照 这个Z轴的位置 然后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体系园的这个密度都做调整 下面有一个这个体系园的这个密度 下面我们给它调整一个5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云的密度非常大 啊现在电脑也非常卡 我们赶紧给它回到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密度 好赶紧回到之前的这个密度 我们调整下面这个卡一下调整位1 下面这个是间隔的密度 间隔的密度调整位1 它也是非常卡 让它给它回去 把它回到4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光照的位置呢 然后 不是我们这个云的位置 光照的位置 让我们光 进行到这个夕阳西下的这种光照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是一个 它是一个VDB 免费VDB 体积云的一个建立下载 下载资源的一个网站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这种 非常大的这种 6个G 6个G 5个G 1.7个G 好上好几个G的这种 体积云的这种文件 那我首先下载一个在动画的 就是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体积云 怎样放 把我们体积云放入怎么带动画的这个体积云 好 我们下载好了 我们下载好我们这个体积云了 把这个体积云呢 我们拖动到我们这个 循环引擎里面 来到内容浏览器里面拖进去 先把这个给它取消掉 这老实在是 嗯 怎么应该是放入第一个 因为它是序列针 嗯 先给它放入第一个 这个怎么 这个总是挡着我 我们先把这个给它固定住啊 然后拖进来 拖在之后它有提示哈 它有时候它是带序列的 但现在这个导入序列是为帧 它的第一帧呢是0帧 然后最后一帧是127帧 然后上面这个压缩质量呢 量化质量 我们最我们可以给它压缩 压缩8个质量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体积会小一点吧 我们这个运算快一点 压缩一下还是快点 不压缩的话非常卡 我们直接导入 等待它导入128个啊 我们看它是0到127个 0到127个VDB 这就是序列 这些VDB就是序列帧 这些VDB就是序列帧 好现在我们已经导入完成了 导入完成了 我们给它放 放入到我们的画面里面 放入到我们的画面里面 我们现在看不到啊 还是太小 还是太小 我们给它缩放吧 缩放比例10 它能看到它 10看不到啊 那么50呢 现在可以看到 哎这个好像不是 不是我们导入那个龙卷峰啊 我给它删除删除 不是那个龙卷峰了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龙卷峰 好 我给它导入进去 这个也不用我们缩放啊 这个就是龙卷峰 它位置不对哈 然后我们给它全部归零 我们给它全部归零 这个位置都不对 我们给它全部归零 全部归零 我们可以往上抬一下啊 那现在跑到我们地面以下 现在我们这个龙卷峰这个体积云 它没有带动画 那我们怎样让它就是有动画呢 刚才序列帧我们也导入过了 那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创建一个这个添加观卡序列啊 添加观法序列 添加观法序列 添加观法序列名字 我们就叫龙卷峰嘛 其名字叫龙卷峰 直接报纸 现在创建好之后 然后 我们把我们这个龙卷峰的这个序列呢 给它导入到拖进来 拖到我们的轨道里面 拖到轨道里面 现在我们播放 现在我们播放它还是没有这个 还是没有这个动画啊 好 回到最前面 到开头处哈 到开头处 我们把这个 这个轨道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下 哎错了 我们不是 不是给它添加轨道啊 对 就是添加轨道 添加轨道这里面有个 VDB这个sqs 就是这个VDB序列 我们点击一下 好 这样的话它就产生了动画了 看到没 这样的话 从D0帧 然后就有一个这个 到127帧 到127帧 用龙卷峰的动画 到我们127帧结束 那么上面这个我们就给它删除掉就行了 我们留下面这个就行了 至于下面这个我们可以给它旋转 旋转一下 旋转完之后再给它提上来 往上提一下 看一下我们龙卷风 好这样的话我们龙卷风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动画后面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帧的处 我们把这个结尾 点击这个按钮给它结尾 到这一阵处 那我们可以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循返播放 它播放到这里面就停止 那么下面我要说一下另外一种 这个VDB的这种 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另外的一种这个就是爆炸 爆炸效果 就是爆炸效果的VDB可视能导入怎样调 因为爆炸它含有烟雾和这个火焰嘛 所以说两种效果 我跟我们这种风云还不一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删除 把这个删除掉 这个呢我们也给它删除掉 我们删除它这个 它这个关卡 关卡也给它删除掉 这个关卡的名字呢 看一下这样的 关卡名字叫龙卷风 我们也给它删除掉 强制删除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导入我们的这个爆炸 爆炸的这个序列 给我下载好的一个爆炸啊 那么我们这个有一款这个爆炸呢 这一款是需要收费的 里面还有 里面还有50款 里面还有50款这种爆炸爆炸的VDB格式 这个是需要钱的 由于这个我还没有钱买啊 这个没钱买 我就用的免费的 我用的免费的下载 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就是这种 这种爆炸 直接下载了 单个的爆炸序列证 好 我们给它导入过来看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它有三上面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密度 一个是第二个是火焰 第三个tomperator是温度 然后下面这种不用说了 还是序列帧的一个选择是处 还有总共是130帧 好的 这个我们给它压缩 压缩尾巴吧 还有一个压缩尾巴 直接给它导入进去 它里面有三个选项 跟我们之前的那个云是不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导入后了 导入好了 导入好了 我们看一下是哪 就是这个 是这个文件 其他我们不要都给它删除掉 要不我们分不清 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应该是这个 应该这个 这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不是给它拖进去的 不是 不是直接给它拖进去 我们先把这个删除掉 这个我们不是直接拖进去的 我们是需要在这个 我们是需要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快速添加到项目这里面 我们就选择这个所有类 往下拉 往下拉 我们给它选择到这个 VDB 找那个VDB 找VDB 实验性 实验性对象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它插入了一个我们这个实验性对象 我们来到细节 来到细节这里面 我们把位置全给它归零 把它的位置全给它归零 然后在细节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VDB VDB密度 然后右边这个5 我们选择找到它的密度 找到第一个是密度 density 这个密度 选择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VDB的一个温度tambulator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第三个tambulator 好这样选择好之后呢 它是不会有反应的 你需要仍然去给它创建一个蓝图 然后这里面我们创建观感序列 名字就叫这个爆炸吧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 找到我们的大缸 然后大缸 大缸找到我们这个 刚才那个创建的VDB实验性 实验性对象 这个research 我们给它拖入到我们这个 关卡关卡对象里面 拖入到关卡序列里面 然后点击这个轨道 轨道里面然后第一项 我们选择这个 就选择这个密度吧 第一个选择密度 选择密度轨道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它生产出来这个密度轨道 这个再点击轨道 生成序列针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烟雾呢 有一个序列针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创建这个 创建这个文件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打开的光线追踪哈 然后我们这里面可以使用光线追踪 路径追踪 好 路径追踪 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光线追踪了哈 然后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烟雾哈 那么我们这个烟雾的光照呢 也是受我们这个光照的影响 我们来到大缸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光照 需要光照 我们给它在细节里面 我们可以给它调一下方向 好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向 它 照我们这个烟雾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 可以让它暗一些了 好 现在我们调整这种 现在是有了我们这个密度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烟哈 然后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轨道 添加一个templator的这个轨道 templator 序列轨道 然后我们再给它在这个序列轨道上 templator我们再给它添加序列针 我们这个针停留在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停留在地零针处 地零针处位置给它添加序列针 好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爆炸呢 也就带有我们这个温度了 我们可以再去调节一下我们这个光哈 调节光 光的位置给它调一下 这样调一下光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火焰啊 火焰跟 火焰跟这个烟的分离啊 这个分离 好现在你看了就比较清楚吧 我们这个火焰的这个分离 好的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大缸里面 我们选择好我们这个 啊 vdb resarch actor 我们选择好这个 然后在我们细节里面 可以对它进行调整颜色 调整个color 这个灰色呢 它们给它确定一下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颜色 看没 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调整为这个 发一点点绿色 那么它就你看 它就带点绿色 我们这个灰呢就带点绿色 这个绿色呢 调成一个紫色 我们看一下 好你看我们这个灰呢就成为一个紫色的这种灰 看到没 它就成为一个紫色的灰 然后在细节里面我们 也可以调整这个我们这个发光的颜色哈 发光颜色我们调成这个蓝色了 它这个蓝色是混合到我们这个紫色的啊 你看也看不见 你看 还是能够看见这蓝色的啊 我们也可以给它改明显的 改个绿色吧 看的明显一点 嗯 它这个绿色还是稍微少一点 绿色还是稍微少一点 因为它混合进去了 这是我们发光颜色哈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TAMBREACHER这个 数值 TAMBREACHER数值 你给它改高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火焰 你看我们这个火焰的亮度就 火焰就更亮 看到没 火焰就特别亮 因为它温度过高嘛 好了 还有一些我们这个 其他也参数 其他参数也可以不动 或者你想去微调的话 可以去调一下 但是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VDB的 导入这个 导入的这个方法呢 带动画的这个方法 就已经交给大家了 啊 那么喜欢我的这个讲解视频呢 我的视频也是就是翻译外国大佬的 如果喜欢我的这个翻译视频呢 然后就关注 可以分享这些资源到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那么谢谢大家